欢迎收看小高 巴黎奥运会之后 陈梦就和乒乓球比赛的失踪人口一样 消失在各大比赛当中 因为频繁的缺席WTT的比赛 陈梦已经被多占处于负零的处罚 这也让陈梦的世界排名 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 不参加比赛 再加上陈梦接拍了某档综艺节目 这也是少有的现役国评 接拍综艺节目的情况发生 不得不说 国评对于30岁的陈梦 还是非常的照顾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参加各类活动 参加商业活动 拍摄综艺节目广告 陈梦是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很多球迷也好奇 陈梦到底还会不会回归打球 陈梦在个人微博上发布了一段 自己正在积极训练 调整身体状态的视频 并表示恢复训练第一天 感觉还不错 接下来慢慢适应上强度 半个月左右 最多一个月能恢复状态 期待恢复训练成果 赛场见 而在12月1日 新的一个月来到的时候 陈梦终于给出了回应 一日 陈梦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自己的动态 在视频中 陈梦穿着粉色的训练服 陈梦官宣自己回归了 是的 在12月份的第一天 陈梦宣布了自己的回归 久违现身训练场 陈梦的精神还是很不错的 面对着球迷 陈梦还做出了非稳的举动 而在谈到自己的训练目标的时候 陈梦也是官宣了决定 那就是他讲回归参加比赛 陈梦也喊话 将用比赛来检验训练的质量 陈梦官宣即将回归比赛 这个决定 相信是很多球迷期待的 同时 这个决定 必然也是经过 国拼国拼女队主教练 马林的批准 毕竟陈梦想要上场比赛 需要经过马林这边的同意 否则 他是没有办法参加WTT的比赛 不过因为本年度 只剩下一个老瓦杯和拼超联赛 而且拼超联赛第一阶段 和老瓦杯重叠 所以陈梦大概率会 先参加老瓦杯 然后才加拼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 我们也相信 经历过系统训练调整之后 回归陈梦 依旧会给球迷带来许多的惊喜的 而对于陈梦 回归球场的决定 师妹 孙颖沙等人 也一定会送出自己的祝福的